Mina 做什麼? 之前你不是說要做馬卡龍嗎? 什麼? 我真的很想知道 怎樣才能做馬卡龍 做得好像變曲奇一樣 對呀 先冷靜一點 我覺得這件事很講天分 不如你把整個過程說一次給我聽, 好嗎? 不, 夠了, 李鴻 古Sir, 他又欺負我 什麼有?古Sir, 我什麼都沒做過 古Sir 是 人家明明說馬卡龍很容易做 為什麼會失敗呢? 的確不是很難做 但是需要一些技巧配合 Sir 是 我覺得不是技巧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 Sir 你不可以這樣笑人 初學甜品來說, 失敗是正常的 但是不要緊 今天我教你做一本 珠菊檸檬的馬卡龍 幫你一雪前止 好啊 謝謝Sir 謝謝Sir 為什麼你謝謝? 我不知道 我今天會用很多杏仁粉 杏仁粉 最主要是杏仁 我們用的杏仁是沒有皮的 所以看到很白色 但是你要選擇的時候 要留意有些杏仁粉比較粗粒 有些比較粗粒 做馬卡龍的話 一定會用手提的刀扁機 或者食物處理器 把杏仁粉打滑的話 你做的馬卡龍就會比較平 圓滑一點 把蛋白倒進混合口 這邊我們要準備好幾樣東西 我們要準備好 水 先倒進鍋子 砂糖 倒在中間 這個糖漿的溫度 我要煮到117度 第一部分準備 第二部分準備 第三部分就是這裡 把杏仁粉全部倒進去 加些河河粉 在這裡先拌勻 把兩個粉拌勻 變成杏仁乳玉米粉 沒錯 你懂的 你也看到的 對 好厲害 你也覺得我厲害 不要吃飯 加上蛋白 再攪 為什麼不加上粉 我們先看它的容量 一會兒 分開 即是因為容量的問題 一來 二來 如果加太多的話 你未必能打到這麼滑 我要你留意 就是 加了蛋白 自然可以把杏仁粉打得再有小一點 我明白 這裡是糖粉 加少許糖粉 然後就要留意 現在這裡 一次過就拌勻 按勻 確保已經變成一個 像麵糰一樣的狀態 它有一點水分 就可以令其他乾的材料黏在一起 這個第一個步驟 是要做到的 亦都要點力 Wina 是 力也不擔心你了 好 你蠔油可以展示 好 差不多 均勻了 到這邊了 現在我煮糖漿 糖漿方面 就煮到117度 放下去 溫度計要看117度 那我就要看著它 一直看 當然 即是到117度就關掉它 立即關掉蛋白 立即關掉 那我看這個 可否偷看你 可以 我幫你看 這邊大約開著4度左右的速度 因為煮糖漿 其實到117度 是很快的事 這個也要攪拌嗎 不可以用太大力的攪拌 轉一下是可以的 但不可以攪拌 好 好 那現在它們15度左右就關火 關火 因為它的余溫都會令到糖會繼續升 好 高速 高速 再加糖漿 我們看見它打出來的效果 就是興歐 興歐意思是 它會保留在髮洞, 不會怎樣掉下來 那個時間剛好 這裡倒了蛋, 之後開機攪拌 然後那邊就開始煲糖 煲到115度, 這邊攪拌得差不多 對, 手提機可以嗎? 手提機是可以的 但是手提機攪拌的速度會比較慢 而且時間上要長一點 很明白 好, 那就可以了 一出勾, 已經結實了 對, 好像雪糕 你會見到有些凝結了 跌的速度越來越慢 然後再加蛋白 然後再加蛋白 分開大約三次左右, 再加蛋白 有沒有說, 為何要分開三次呢? 第一次是用來稀吃 稀吃的意思是 把現在這個比較稀身的 稀吃的香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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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 這樣拌勻的過程 都要留意 一直刮底, 翻轉 這個步驟不可以用機器取代 一定要用手的 是, 沒錯 第二次了 第二次的方法又不太了 外置來幫著它 相對現在是要試勻一點 第一次就是拌勻它 嗯, 這一部分最適合 配合我 第一部分就留給李豪做表演 好 最後 我已經吞口水了 不是吧, 還沒焗的 就像朱古力雪糕一樣 之後這個第三部分呢 也是第二部分 也是私紋的 都是我的發位 你看到呢 我現在拌勻下去 它的流動速度是很快的 這樣就掉進去, 對吧 嗯 好, 這樣就正常了 這個很重要的 起碼知道沒有撞錯東西 沒有做錯 好, 均勻了, 完成 怎樣去檢視 來, 再來一次 看它掉下來的速度 很快流動速度 可以做到整個比較鬆軟 鬆軟的效果 這裡就可以放擠袋 擠在直膠脂上 我準備了焗盤, 直膠脂 還有將牛油紙 自己畫的, 圓形 很漂亮, 畫得 可以做貓子 待會也準備給你 真是很棒 我這部分要很流心 大概呢, 你會看到 是擠到這條黑線 八成左右 到黑線 又是不要離開, 這樣一下擠下去 沒錯 但一定要是一次性 一個圓的身體 我相信你擠完之後 應該也不會變曲奇 焗的構成 不會 放心, 教你的步驟 現在哪裏教? 是古教授 不要吵 看著 是 大小是要一致的 所以擠好了 再近你身 那可否做心形? 有心形? 有心形? 不, 只是問一下 可否做其他形狀? 你想做什麼形? 我聽說做心形是很難的 難又不難 純粹要找適合對加配方 所以就是難了 心形 是嗎? 嗯, 我知道是怎知的了 你真的知道? 知道 古Sir有我這樣的徒弟 有古Sir就有個這麼聰明的徒弟 這樣的事? 當然了 這個又是另一個新形狀? 他的背部就是來的 是嗎? 即是上面是面 真的嗎? 下面是底 對呀, 要反過來的身形 是嗎? 要反過來的身形 當然了 你不是想… 行了嗎? 很容易 好, 弄好了 現在你看到我如果沒有一點在頂截的過程 就不用這麼大力燈 這裡要吹乾它 我會用風扇在冷氣的溫度大風吹 吹到直至表面是乾的 我用一粒泥紙黏住手上 一會兒要吹到表面是風乾了 不黏手 不知道了 又知道嗎? 我做過 好 阿豪, 記得步驟嗎? 記得 記得 Mina, 記得 記得 記得就來了 好, 開始 好, 我先煮糖 先把杏仁粉倒進去 倒進去 倒進去 我先加了水 河河粉 這個?河河粉 是 正中間 我現在開始… 高速打勻 高速 那你那邊呢?就是煮糖 加蛋白 加蛋白 糖煮到多少度? 117 對, 沒錯 是115 對, 沒錯 很棒 好, 加蛋白後再攪拌 對 不要, 不是這樣不停去攪拌 原來真的要… 那我就可以去打蛋白了 沒錯, 倒蛋白在鍋裡 4度 用中間來探麵 這個步驟也不能錯 原來這個真的挺難 因為它很乾身 對 因為它攪拌的時候 真的需要一點力量 好, 我可以的 你也要加油, Mina 到了 到了, 來吧 我開大火 可以了 好, 來吧 再下去, 後邊 好, 稍微糖 倒下去 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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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了, 古Sir 直至你爆衣服, 我就覺得可以了 加油, 你學 難怪古Sir這麼大隻 你看它 原來是因為這樣 很有成功感 可以了, 是嗎 對 接近雲巡 OK了 其實是這樣 有成功感 好, 先休息一下 讓我先起一起 看看 對, 流動速度是比較慢的 第一次是力的表現 交給阿豪 我幫你拖著 看看份量 夠了 好 怎樣 我的樣子好像很要力 其實你有沒有用力 其實我只是用了一成的力 是不是開始轉球了 是 現在直路 好像按鍵 原來是這樣 按鍵 這些到你了 這麼輕盈的東西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容易 外置內包著 外置內 對, 轉鍋左手 我們過了一點 Mina, 開始批爭 好像有點 為甚麼我經常要做錯誤示範呢 就是給大家看 我看Mina的樣子已經是… 臉容扭曲 沒有, 你看 沒有像歡笑的 你看我 你輕鬆 轉動的煲 外置內包著 中間永遠都好像沒有動過 你包著 你先包著 你看我 還要邊包 真的 又要轉動煲 又要理一下中間 大家記住了 好 好,如何檢查?剛才教過你 拿起它 不是這樣拿起 這麼快就給我 我記得的,古Sir 我們如何檢查? 即是它慢慢散開 沒錯,這個已經夠了,再玩就已經結束了 真的,它都結束了 拿起袋 拿起袋在手上,不是桌上的桌子 你看錯了 好,過來 不要離開 不要黏得太密 粒與粒之間要有空間 好,夠,停… 很緊張 好像在學跟車似的 好,看 但是這樣會不會小粒了? 大小不一 阿豪應該找不到伴侶 粒粒都是新的 不要…手震 你不要笑,撐住了 是新的麥克風嗎 但是尺寸足夠 尺寸足夠 尺寸…難得找到另一半 我開始掌握到的… 接下來的行業會比較好 不要笑,忍著 慘了… 好了,Tina,來了 你不要做單身 我知道,我出汗了 好 這顆開始,這顆開始 OK,撐住了… 原來Mina用左手 只是用右手的左手 真的嗎? 她用左手… 現在不能拿不到你 我用右手的 是嗎? 但這個細緣多次是 是沒有想笑Mina 撐的時候 不錯 最後直路也有東西看 對… 我也做過 雖然大顆了一點 但可以的 可以接受到 起碼都找到 齊整 好,如果好像我可以蘸 怎麼辦? 第一段 讓它自己散開 那就沒辦法蘸 好嗎? 完成了 我們把它放在風扇裡 吹乾海 我真的太開心了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我之前這麼失敗 就是因為我做得太稀 我加得太多蛋白了 所以這次我一定成功 我覺得做馬卡龍最難的地方 就是力的表現 因為那時候要把杏仁粉、可可粉 打完之後 再把最後糖粉下去的時候 你感覺到要用力才可以 把它們攪拌在一起 最初我真的以為攪拌不起來 原來攪拌一下真的可以攪拌在一起 我真的覺得做甜品 需要有耐性和細心 現在我會做檸檬朱古力的餡料 也是在馬卡龍的佔中間部分的位置 好 現在來了 先把忌廉放進鍋裡 縮膠 都放進去 然後這裡可以開爐煲到大滾 大滾的意思是… 大火 大火 檸檬青 這段時間要攪拌嗎 這個過程你先幫我攪拌 好 用這個攪拌會比較好嗎 快點吧,你已經起泡了 就是你了 好,那就一一度 好 之後慢慢攪拌均勻 用膠醬 煮邊要均勻 其實配牛奶和朱古力會比較好 加上均勻 拉油 油 現在牛油 用比較高濃度 用了99.8% 水分會比較少 繼續攪拌均勻 直至牛油已經溶了 差不多了 最後加上檸檬的果肉 比檸檬汁更加濃 均勻 好,放在這裡 讓它攪拌 待會兒就用來溶 阿豪,Lina 記得步驟嗎 記得了 記得,那就靠你了 好 首先開龍 我記得要把牛奶朱古力 還有檸檬 是 好 這邊就是忌廉 倒進去 然後開火 你忘記了 去…快點… 沒錯 沒錯 放進去 刮乾淨,快點忌廉 好嗎? 起步了… 好,記得拌勻嗎 方法,膠長按住 朱古力溶完之後 就可以加牛油和雲呢拿油 好,牛油 好 可以放進去,現在這樣這樣 你一放進去,你會發現 蝦妹會變得濃稠了很多 對 先均勻 希望沒有弄錯了 成功 來,可以… 貼面的意思是否真的 把朱古力混合 這樣嗎? 真的要把它混合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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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不忍心破壞 對 好小心 好,搞定 搞定就放涼 待會用 好 你看看,現在已經封乾了 甚麼是封乾了呢 放進去 沒有黏手 完全不黏手 完全不黏手 很乾了 那我們可以進爐了 爐溫這裏呢 130度 130度 大概15分鐘 來了 好,來吧 我們有做朱古力裝飾 這款的效果比較簡單 放些朱古力下去 就這樣按 即是跟上次做朱古力批的時候 那個做法差不多 對 因為Mina還沒試過 很簡單 讓你也可以改變 好嗎?來吧 不用用力的 等它冷了之後 怎樣為止冷 按下去 你會看到它沒有完全黏起來 這樣就可以吸收 很…很容易而已 好,謝謝古Sir 是 完全不用用力 可以大力一點 夾得比較便宜 古Sir,我這個厚度是否正確 可以再拔一點 再拔一點 然後就… 到後面的比較厚 然後就等一等 好,我現在在吸收 你吸收 你吸收這個,大一點 那就已經吸收好了 對 這個我吸收 可否加快速度十倍 因為它不等你 不… 即是不可以等它完全硬了才吸收 不可以的 是 我已經感覺到它要越來越用力 因為它越來越硬 沒錯 好 完全要用力 對,又是力的表現 好,完成了 之後呢 不妨可以看它 要用整個人的力 是否真的穿了 是否有很多圈圈 但又要看看是否真的可以 像阿猴這裡 你看到是完全穿透的 你看到,大家都看到 穿透了 這些是掉不出來的 即是太薄了 因為太薄了 不知道要哪一顆 那我成分合得到 是 可以的 相反而言 除了這裡是太薄之外 暫時看都可以的 好 好 好 大概放冷氣溫度 大概三個字 做完這個之後 雙手的圈真的很誇張 原來這個朱古力 要趁它還沒乾的時候 然後盡快轉轉轉 把圓形全壓出來 否則乾了之後 就很難很難去壓圓形 所以就會令雙手很漂亮 很多圈 我們要一雪前肢,是嗎 是 緊張 不緊張 是嗎 怎麼會緊張 我開的了,來 一定成功的 究竟是技術的問題 在哪裡 我做的 為什麼會有邊緣 我做的,真的是我做的 好像已經變成雙層 那是我的,我做的 是嗎 你的淘寶包在這裡 對 我那些很漂亮 我們都可以 你那些… 你那些… 不過幸好我們沒有黏在一起 好,這裡我們出爐後 放在這裡放冷 正常來說 不能這樣拿起來 現在看到是拿起來 黏著的 等它冷了之後 好了,它自然就會在底部 會形結結膠 對 一會兒就會是反底 好像我這樣 動小之後反底掉 哦 即是現在就只需要攤冷 還有呢 重點就是 你按下去 中間好像還沒熟完 軟心的 哇 那這個就是外脆來軟的 容易了 哎呀,好厲害 不要挖那麼大聲 是嗎 哇 好厲害 終於成功最後一步了 OK 正常來說都很難找不到的 是 咬一點就可以了 不用咬完 兩邊都有 哦 即是兩邊吸起來 對 你很聰明 追片的作用呢 我呢 會放在裡面 一塊 咦,沒見過這樣 對,很特別 當你吃的時候 因為這種巧克力來說 都會給你少果酸的味道 嗯 吃的時候 口感上有些會不同 嗯 很期待,快點吃 OK 是啊 好 好 搞定了 當然要等餡型結的話 都要一點時間 但我們吃都可以就這樣吃了 好 好 到你們了,試試 看看我大小 差不多 嗯 嗯 對了 OK 可以 好 OK Mino這個呢 就是不同的風格 是 是 因為拍攝片大一點 就變成了漢堡包 應該我發現 真的很像一個漢堡包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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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這樣 因為剛才有咳嗽給你大一點 為甚麼給你這麼大 觀眾,你的芝果這麼大顆 但是 不要緊 不要緊的,Mina 不是曲奇 已經可以一雪茄 排得漂亮 真的 好漂亮 解決 我喜歡吃朱古力 我們完成之後就會試吃 太棒了 太棒了 來來來,試吃 等待這個瞬間很久了 一定好吃 有史以來吃過最好吃的馬卡龍 是嗎 我覺得我做得很好 因為我的朱古力 經常做得太大塊 滿足我吃朱古力 你覺得這些汁沒有爆嗎 那才好 我覺得檸檬餡裡面 也有很重的檸檬餡 很重的皮 還有酸酸的牛奶朱古力 加上檸檬是很搭的 加上那一片朱古力 就像有點點綴 不會太膩 沒錯 如果大家想學做這款馬卡龍 記得留在TV周刊 今天我們就做完了 好,再見… 再見 但是呢 你看你那些多小 沒關係 都是一樣好吃嗎 尺寸問題 開始看到有些熱身的感覺 什麼東西 那些叫做起歐 起點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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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拿一半 不要撕光了 不要撕光了 撕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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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放火 沒有了 你放火 我現在先來